NFL 道歉及修改地图 目前也有美国媒体报道 NFL的一个中国地图可能引发争议 也有多位政要公开表示谴责 在2002年 洛杉矶的姐妹是标牌 曾把台北纳入中国的一部分 但在台美社团抗议后便更改了 不尊重台湾人的意识 他的意见 你就把台湾自动规划到中国 这不对 我们不能够容许 因为一个私营公司 他们想要打入一个市场 我们就这样被牺牲掉 我们2300万人的名义 2300万人的购买力 是值得被尊重的 他们表示 台湾是独立自主的政经实体和市场 台湾人也有自由独立的生活 并不受北京政府控制 因此 他们呼吁NFL尽速更正地图 并给予合理解释 同时 他们希望NFL能与台湾相关单位协商 以正确适当的方式 开拓台湾市场 新台湾记者郭耶锡 徐展成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